不要忘記了吧 不要忘記了 不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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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節 剛才我做足功課 我想我細節過蕭先生的分析 蕭先生都沒有說票數 Nagel Farage那些东西 或者没有一区我观察到的东西 等等我都住了这里三年 我自己的看法 功课都做足了 我想有个交代了 我不是抄萧山 搬到环境经济港 有些人不知怎样说我 他是这样说的 但是我想我都说得很不同 就是 就是了 做足了 交代了 是不是下个选举就说法国和美国方面 法国那边上个礼拜也有说过 策略都是 总之就是 左那边和中间那边 大家一起合买 如果是 左那边在第一轮选举的排名 是先排的 中间那边就drop out 反过来左那边就drop out 结果策略就非常完美 竟然得出来的议席 左翼连线就是最大的一个政党 中间的 麦克隆那边的政党 就排第二 竟然将这个右翼的rn 就打到第三 这个结果都 都令人大跌眼镜 那本来好像一开始说 避免了最坏的情况 其实也不是说最坏的情况 因为 就算让他做到首相 他也都是 因为其实首相是负责内政的 他也不能够有机制 立即即宣布脱勾 但是可能被人的观感就会差一点 但是其实左派上场呢 现在说得比较多呢 就是会不会出现另一个 lis trust moment 因为其实他们的其中一个政策呢 当然啦 现在就是一个亨议党 因为三党都不过半 所以就要有很多的 compromise 看看 怎样可以做到新任的政府 原本属于麦克隆中间政党的首相 就已经提出了请辞 不过麦克隆就否决了 就说 麻烦你继续留任 直至新任政府筹早是成功的 所以新一任的 究竟是哪一个做首相呢 继续是中间派 但是又没理由找一个得到第二的中间派 左翼那边推出哪一个 中间派是可以接受的呢 这个暂时又未知 但是左翼那边其中一个政策 就是说要加大法国的借贷 来增加福利 这些很典型的左派 就是一些政纲 那问题来了 英国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你忽然间宣布 现在其实法国的 负贷都已经是比较严重了 你还要先花未来钱再借钱的话 又来一次法国的 政府债券大幅加跌 那又会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要看看他们的财政政策怎样搞法 但是问题就是其实这个大派福利的话就是竞选和他们本身的党都是 都是朝这个方向的 那这样东西的话也很难说 就是很大的转变 其实这个大问题就是 就遇着一个现实的问题来说 就是怎样去可以有个空间 给他做到这件事呢 其实我也不太理解这件事 其实左翼那边其实是一个 一个联盟 一个选举的联盟 那里面其实是有很多个不同的左翼的党 那包括是一些最极左的一些激进的党 那麦卡龙是说 是拒绝和这个对左翼那边的合作的 那是说他们的危险度呢 是和这个右翼基本上是没什么分别的 就是他们可能是反对 就是继续留在欧盟的 甚至乎是 就是不是只是左翼 不是只是右翼才有这些抗章 所以应该都是会跟一些中间 比较偏向温和一点的左翼去做一个联盟 但是那是否代表不会增加福利呢 这件事是另一个问题 但我想问一下 现在这个左翼的party来说的话 对于Ukraine方面的立场是怎样呢 因为这个其实现在都是一个 挺难搞的一件事 因为其实俄污的战事 拖到现在已经是两年多来说的话 老实说根本上就是no end in sight 这个也是一个真是烧银子的一个游戏 老实说是可以 如果譬如说在各方面不能够 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参与做支持的话 其实这个也是没办法可以去做的事情 那法国那边其实一向对俄罗斯那边的立场 最初其实也不是真的那么强硬的 最初是不是很傻子的走去跟普京 是呀是呀以为去外交途径 就是高运魅力 结果都是打的 结果就失败了 但是之后其实他的立场也是比较强硬的 也是其中一个欧洲国家里面提供军备最多 比乌克兰的 我相信如果中间政党依然是联合政府的话 还有麦克朗始终还是总统 总统在外交的参与程度会大一点 国会始终还是管内政 在法国的政治制度下 所以你说会不会突然间对乌克兰的态度 又转变得很大 似乎是未必会有这样的情况 是呀法国的支持对乌克兰都挺多 好像比起幻影战机 比起乌克兰 应该 未来这个月应该 希望就可以用到F16的战机 如果拿到空优的话 应该在战事方面就会有个得利 法国其实比起其他欧洲国家有个优势 法国的核能的佔比是65% 所以其实它是依靠天然气入口的比例就很低 所以能源价格方面 好像过去那两年 自从俄乌战争开始之后 都是升了十几二十个%左右 就不像英国那样 英国就升了几倍 一字就很差 是啊 法国人就太阳红酒 没有升那么多 不过核能是双面人 你不用入口天然气 但是核能也要定期要有维修 每次维修上来 时间又长 费用又高 现在法国的核电就进入了维修的周期 所以现在法国不够电 所以也是另一种 我都要抽一集出来说 Bill Gates的Terra核能 微型核电站其实也挺有趣的 或者它什么叫分布式的核电站 有机会比较长远地解决能源危机的问题 但是雷总说到乌克兰 不好意思 我平时刚才分析英国政治 我都是比较中立地 没有说究竟我是怎样看 但是在乌克兰战争的话 我想我的取态都是很明显的 做了两三年节目 这件事我觉得是很生气的 这个俄罗斯是 还要是针对一些儿童的医院 这个真的太令人气愤了 无论自己有没有小朋友 攻击一个明明 这个儿童的癌症医院 基本上都不是一个军事的设施 或者当比较 其实这方面应该是一个战争罪行 但当然已经犯了很多次 都不是今天第一天犯 包括之前都路走过一些乌冬地方的儿童 带回拐了过去 譬如一些性罪行等等 其实都说出来 但是还是有些国家 我都说瑞士的和平峰会 还是有些国家还是站起来 或者没有出来反对俄罗斯 我觉得是真的没什么办法 是非对错还是还没做得对 这件事是非常之过分 奥尔班其实就是做了欧盟轮任的一个领袖 大约每半年欧盟的国家就会转一次 但是有这个代表就很用 拿了你老板的卡片 然后就不断排在夜场里就认识到女儿 也不是今天才知道 咦今天我做了欧盟轮任的国家主席 那立刻就用这张卡片来做 又见普丁又见习大大等等 这张卡就是好用的 见完扎连斯基之后 无端端就去了俄罗斯 就说其实和平是非常重要的 我就非常之和平 那现在就地停火 算了好不好打和 就说我讲坏人 一痴乱线 就是离了白铺 那又见了习大大 又去了中国 可以给他们做大内宣 就是连欧盟的轮任主席 都要过来中国我们拜访 这些大内宣的事真的做得不错 那不止其他欧盟的大国 那连目的呢 我都觉得很失望 就是都有特意飞过去普丁 那应该普丁就比较难飞去印度 那中间横跨的国家就比较难遭一些 那之前你说越南 全部都是大陆的国土领空 那应该不会被人骑牵了一部客机 那就是要拉进普京 那但是印度就应该稳稳的 那所以都是要目的过去印俄罗斯就见普京 嗯 见咯 但是你说是不是有个实质的帮助 就是买多些油还是支持 那我就觉得 那印度就不会说 就是帮输出一些军事的一些设施 或者一些装备给俄罗斯 他就没有北韩那么大胆 反而好像就 莫迪都挺爱他指民 那他说好像有四个印度的人民 就被人老了 就过去就好战争到打仗 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骗了他 对啊 卖猪仔 那我就说可不可以帮忙找回那四代压叉 回来自己国家 我觉得都挺好 就是爱民如子 就是你想想两个国家 国家大使 就是坦白说 14亿人口 只有那四个人 就是很多国家都不重视的 但是他是一个见普京的一件事件 都是提出这个事件 那果然民主一个国家 就是民主的做法 真是很不同的 他说为了拿选票都是要做些事的 都不错 所以真的 我对于这个事件是非常生气的 希望可以 所以最有应得 希望加在这里 不如都给K.O.说完这个拜登的事件 那你见到一个视频 都是Lancey Pelosi都出来说话 最新应该民主党的大佬都暗示 就说总统其实都可以考虑一下 是不是真的继续选 如果你说 其实都不是暗示的了 现在已经有好像七个 八个 就是 House of Commonwealth的representative 还有一个 就是House of representative 不是House of Commonwealth 有七个众议员 七八个众议员 还有一个总统都出来说 叫他不要选 George Cooney 他不是政党人士 但是他就是 其中一个 他又不可以叫金主 是一个帮手筹款的 得力的一个帮手 就是他好像刚刚那个季度 不知道什么时候筹了3000万美元 总之是吸金能力非常强的一个人 就是帮助筹款 除了说他的身份比较厉害 他说的东西也挺厉害的 我觉得 所以他说 我最近都见到 就是议员之后见过拜登 他就觉得他私底下见拜登 就跟他议员的表现基本上是没有分别 所以他就希望他可以选 哇 就是反途紧 都是挺厉害的 还有我觉得 看美国的媒体说得挺好笑的 如果这件事连Danny Ocean也拆不了 那应该也是拆不了的 Danny Ocean就是George Cooney Ocean's 11 里面的那个 专门是想办法 就是那个大道的 所以现在 Danny Ocean也叫你不要选了 那就真的不要选了 麻烦你 现在其实 但是我觉得 美国那边的政治文化 就是变得很畸形的 就是 好像 例如是支持特朗普那些 那就不停地拆掉他那些 拜登出来讲错话 讲到 讲到一九九的那些 就觉得他 24小时都是一个痴呆的人 支持拜登那边就经常都说 你们不要经常看他痴呆的那些 那些 焦点一点他真的做到事的时候 但是首先他一定不是一个24小时痴呆的人 但是 你都不可以支持一个 他有些时间是痴呆的人 所以我上个星期就说 民主党 其实你考虑到自己整个党的前途 你如果 就是 继续都是死撑一个 就是这样的表现的人 那你就变了 那跟对面有什么分别 你都好像是一个邪教那样 就是你选了一个教主出来 你就是要死撑一个教主 那 那这个也不是一个 就是选民想见到的事 那所以 就是 Nancy Pelosi 就是说得很软转的 那他就说 他有一个 就是他要做一个决定 那如果他做了这个决定 那他也是会支持他的 但是其实拜登已经出来说了十几十次 他会继续选的 那 Nancy Pelosi 都继续要他做一个决定 其实都说得很明显他有一个什么决定 那他有一个部分的支持 那他选的选赢的机会只是会随着时间 就是过去就越来越小了 那甚至乎是会不会影响其他参议员和众议员的那个选举结果 也都是一个问号 实际上也挺压弱的 整个Democratic Project 对 是的 所以情况就是 真的确是不理想的 但是如果拜登是继续选 但是大家就预望副总统的责任大一点 但是贺锦丽那个民调就好像看得到不错 但是大家都看到过去那几年做的 他就没什么建设 那如果换一个好一点的副总统 但是支持贺锦丽的人就会觉得 喂 反而是给了一个机会去贺锦丽做好一点 那究竟应该怎样呢 就是究竟是换副总统 找一个更加强 只要如果拜登真的疲哀了 你都会还有一个副总统 究竟是如果是拜登不辞任的情况下 怎样是做一个好一点的决定呢 其实你说副总统没什么建树 那我又要你讲 你又讲不讲得出Mike Pence 在他那四年有什么建树 美国的副总统本身就是一个没什么建树的职位 就算你说Joe Biden 永远生活在黑暗 Joe Biden在奥巴马那麽多年以来有什么建树 基本上也都是没什么建树 本身就是一个没什么建树的职位 而且你现在选了一个新的人 其实你也是想找一个出来 更加有趣的人 也很难证明他有什么建树 除非你说可能是找一些已经有正职的 例如州长 看到他是有办事能力的 可能效果就会好一点 但现在又知道 好像没有听到很多讨论副总统这个人选的问题 始终暂时还是大家的焦点也集中在 首先搞定这个老人家是否继续 如果他确认了 如果他确认了 放庭了 不用换人 可能才会比较多讨论副总统 他都说了 继续说要选了 你期望他下星期说其实都不选了 他都表达了 究竟是再多些元老级人物出来说 他就改变主意还是怎样 那也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想怎样 现在其中一个最大的角力就是 似乎越来越多出钱的人 说我已经山水口 继续是拜登选的 包括George Cooney都出声 如果你真的考虑到 未来怎样 又当了一家屋去选 就当了拜登家屋不值钱 他自己又没有钱 那怎样呢 如果是那些金主船路跳船 那都是搞不定的 这个都真的挺头恨 似乎他的心态都想继续捱下去 选下去 但是现实地就越多 但是那些元老级的人 就是人又出来说 又在影响他的选情 更加不断 越多人出来公开的反应他 他压力就越大 接着他又要撲出来做多些访问 他做多些访问又说错多些东西 大家是不会留意他说得好的 只会留意他说得不好的 嗯 嗯 就好像他最近去了NATO那边 那些人说他的访问 导致得很好 但是没有人会说的 大家都会捉住 他说他会 就是in 2020 once again beat 这个Donald Trump 大家又捉住一句 是没有意思的 他继续出来说多些东西 其实是没有意思的 是挽救不了这件事的 他再出来都没有什么证明 就是新闻只是报差的 不会说你今天很英俊 所以要报道你 真的 是啊 你出来说一个 其实你对一个总统 或者对一个候选人的期望 就是你每一次出来都要 导致一个比较正常的访问 所以这个怎么会是一个新闻呢 但是只要你有一个表现是失常的 那大家就会无限度 那个失常的表现 我想再继续看 这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都差不多了 再看看究竟是不是多些人出来说 然后拜登最后会 但是时间就滴达滴达 就越来越短了 就是再换的空间又越来越少 那究竟去到哪条线 那些人都最后接受 都觉得拜登OK 这样妥协 还是压力大到 就是拜登不得不出来 就是说放弃选举 我不知道哪个力是大一点 还有时间都越来越短 就是如果要出来的人 就快点 就是早点出来 因为你都要找一个 培养一个人出来 就是做个总统的候选人 那个知名度又要高 因为你只有这么短时间 你不可以 是不行的 因为你现在看到所有被传 包括是 就是何锦丽 包括Gavin Newsom 和Gratian Whitmer 全部都是说 我们现在都是全力支持拜登的 因为你如果在这一刻出来 叫他不要选 那你就已经得罪了 那些还是支持拜登的那些人 那你又不用选了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很吊诡 其实有很多人已经是 热好身准备出来跑了 但是公开场合 也是说要继续支持拜登 那当然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来说 反而对何锦丽 应该是比较大的 是一个有利的地方 我觉得是 第一他本身有一定的知名度 而他现在在这个时刻 仍然是表示 就是不易地支持这个 就是拜登 起码可以护住 或者是保住 就是仍然是支持拜登的人 而到时他就临危授命 如果这样就跳出来的话 我觉得 反而可能会对他 是比较一个正面的一个发展 可能也都再等多少 好像不是很久之后 就是共和党的RNC 到时Donald Trump 会宣布VP的人选 那就先看共和党VP那边 似乎现在根据报导 他暂时有三个人选 三个都是白人的男星 似乎都是继续巩固基本盘 所以可以看那个人选 看看组合如何搞法 好了时间够了 多谢大家支持 大家身体保重 雷总趁周期休息一下 好 好 拜拜 read the bag again take care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